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,我是爸爸超人 那我現在要打主線第23章的最後一關聲音的來源 那要打這個卡茲羅凱這隻王 估計會很強,所以做個紀錄 他會掉這個柱房 還有這個繩子類 OK,那我們就過去吧 這一隻就是卡茲羅凱 感覺可能跟我們在打世界王的時候差不多 這個動畫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很喜歡 敵,敵鵬 你看敵鵬的頭部中央 這顆石頭,傳出了聲音 我們先解決敵鵬吧 好嘞 敵鵬,為什麼他叫敵鵬 他不是卡著羅凱嗎 好 感覺他會很強,所以我們就喝大水 這是什麼 好 目前看起來沒有什麼難度 就是真的跟打這個世界王一樣 站邊邊來打就好了 好,那現在大部分的朋友應該都是打安提文 好,因為安提文的獎勵比較好 好吧 我有點高估他的 本來我也很難打 但實際上還蠻好打的 連血都沒掉啊 就快把他打死了 已經把他打死了 哭聲停止了嗎 嗯,沒聽到痛苦的聲音了 就是那顆石頭 那顆石頭在顧怪你 這顆石頭到底是什麼 露娜,你知道嗎 好像是魔族在尋找的力量 我也不清楚,不過 感覺很熟悉 你們辦到了 終於得到石頭了 你 這不能給你 哼 不用擔心 我也不打算想過來 你知道這顆石頭是什麼嗎 滴愛 好,跟尼爾格交談一下 不然不知道那是個石頭要幹嘛的 精靈死喔 有動畫可以看 是不是 但是已經是死了 尼爾格璃 如果您想的 並讓一看 我護我 是不是 抱歉 請保重啊 你 好 通關了 各位朋友通關了 所以 這個57級的主線 其實不難打 就是按照世界王的打法就可以了 給你們做參考 然後記得 在玩的時候欣賞一下動畫 動畫真的做得很好很棒 你才知道說你玩這個遊戲在玩什麼劇情 謝謝你們 掰掰